9月5日,杨子主演的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被平台宣布撤档。 本来定好的档期,由张新成主演的光芒接替,杨子的满心期许再一次落空了。 杨子早就大红大紫,现在应该算得上是炙手可热的当家花旦接班人。 他也定位因为火了以后就懒惰,对演戏一直抱有浓烈的热爱和勤奋。 大红以后还是一直在挑选更好的剧本。 众所周知,张俊宁是台湾籍艺人,她在内地发展已经很多年了,代表作品质量并不低,有五妹娘传奇如意传网剧唐人街探案。 还有就是最新的这一部《女心理师》,虽然不是女主角,但是这些资源都是高曝光。 好剧本的作品能演到重要角色,说明她的资源不差。 现在又在清朗的演打期间,风声有多紧大家都懂,跟正苗红的艺人都怕粉丝说错一句话给坏事了呢? 更何况,她这种有图有真相的超敏感事件。 她自己事业平摆了不要紧,还可以回老家吃老本,但是随之而来的肯定就是作品下架。 代播剧《不可见天日》,这对于其他演员和幕后人是一种打击,尤其是代播剧的剧组人员。 这话一被扒,杨子这部《女心理师》可就命悬一线了。 所以,演员粉丝们都在祈祷不要追究张居宁古早的言论。 其实说这话时,张居宁还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。 那时候,不少港台艺人对于内地都是有些偏见的,这跟接受的信息有关系。 但是,不少人来到内地发展后,逐渐就改变了观念,这也是很正常的事。 虽说有些人是连夜秀红旗,目的不纯,但是张居宁在没有这件事之前,态度就挺关正的了。 他早在19年国庆时期,就直接明了地转发庆贺的内容,而且还支持新疆棉花,可见立场是坦荡荡的。 没有问题,只不过网友怎么看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上面人是如何定义他的。 不管如何,还是希望杨子以后的剧都能准时上线,不用被压,好演员值得好的待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